我是喵妈 这一箱厨太满了 刚刚装了一桶出来 现在准备把这些菜先移植过来 先拔大颗一点 直接拔就可以了 拔起来带点土 这样子就很好成活了 这个箱子是78厘米的宽度 一行重4颗 本来还想晚几天再种的 结果今天去市场买菜 发现所有的菜都涨价了 而且涨得很厉害 种的时候要把下面这些叶子摘掉一下 抢营养 而且种的时候不要埋得太深 要把这个芯给溜出来 这样子就不容易熬坏了 现在我们这里市场的菜特别贵 最便宜的菜都要3块5一斤 今天早上喵爸去买生菜 还说买到7块钱一斤的生菜 太夸张了 下面一些油卖菜什么的 一直都是4块5一斤 别的菜也是5块6块7块 挥的不得了 赶紧种好了 自己就也吃不完了菜 这样子就不用来了 这个菜心我早上种两箱的 那边那一箱也对好肥了的 也要种 现在这一箱是一个多月前就堆了肥 堆了那个花生酥跟草木灰 埋在中间煮这些气 就马上就飞了快一点就吃 做好了 现在要浇水 刚以前的菜鸟一定要用勺子都会掉水 用勺子浇完之后再用喷枪 用勺子浇完之后再用喷枪 整体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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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把菜苗全部都打湿了 就不容易皱 OK好了 收工 拜拜 好看